澳門人口密度高,食屎臨立 如果忽視衛生情況,就會容易引致鼠患 公共地方的環境衛生由市政處把關 而家居住所的房署工作 需要大家在斷糧、垂床和堵路這三方面著手 切斷老鼠的食物供應 清除它們的床的地方和堵塞它們的活動範圍 首先,要經常保持家居清潔 妥善儲存食物,將廚餘去除水分 並包好垃圾放入有蓋的垃圾桶 還要每日最少清倒一次斷轉老鼠的食物來源 還要定期清掃家居底部和靠牆部分的空隙 並經常檢查樓宇內的假天花、冷氣槽和電線床等隱蔽的地方 見到有裂縫和鼠洞 就要立即修補填質,到著老鼠的重新點 另外,在排水管口裝設渠閘 用金屬片或水泥填封裝設水管、電線或冷氣機後留下的垃圾 而所有門腳離地面的空間亦不能超過6mm 寬度要是一支原子筆通過不了的 那麼老鼠就會無路可走 只要每位市民一齊保持家居清潔衛生 合力營造生物環境 沒有電梯、沒有路走、沒有食物 老鼠就自然會離我們一起去 政府市民齊合力,防止鼠患見成績 澳門市我家齊來清潔撻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